學校不是求分數 人生的經歷是要靠經驗而累積 講萬動力講漫話 子龍手上拿著這本就是貓面具少年 身邊找來他的作者 阿祖 Hello 我知道這套作品裡圍著一個地點就是九龍城寨 創作和真實之間有什麼挑戰和難度呢 難度就是我本身住在細節區 我對九龍城寨的認識是一點都沒有 所以我要在網上找回九龍城寨的資料 補完故事的詳細性 你自己投放了多少章節在九龍城裡面 最主要說主角在那裡冒險 要逃出去這個九龍城寨 因為對主角來說其實九龍城寨是一個很複雜 很難估計的地方 有些特別的情節 你很需要告訴大家 千萬不要錯過或者要很仔細地看 書裡面有很多七十年代的香港的景物 有很多同趣的玩意 裡面都是我覺得有趣的我就放下去 因為當時是不是很貧乏 小朋友會通街玩 他們的玩意就是身邊有的東西 會玩公仔字 會打波子 放置飛機 玩荷蘭水蓋 這些玩意其實都是正正在那時候 我們小朋友就會玩 在整套作品裡面 如果要你選一頁 你最喜歡的 你會選哪一格 其中一個版頭 其實是說男主角的朋友 去他的家 從他的鐵集門口裝進去 看看他回來沒有 因為以前我們小朋友 會這樣找自己的朋友 那這就是你真實的經歷 我想當時每個小朋友 都會這樣蹲著 或者裝別人家的電視機 看看裡面發生了什麼 那在整套作品裡面 會不會有一些對白 是你精心處理過的呢 學校就不是求分數的 人生的經歷 是要靠經驗而累積的 這個是我創作這個故事的時候 就是為主這個位去堵下去 整套作品 你覺得對象群是年輕一輩 定環石和你差不多年紀 會有局名的一輩 年齡層都可以很闊 因為如果年紀大一點 都可以懷舊回當年裡面有的東西 年紀輕的讀者 其實可以知道 當年發生過的景致是怎樣的 那就追學了 阿祖 要用一腳說話總結這本 貓面腳少年 你會怎樣說 懷舊 溫情 幼情 熱血 校園 冒險 的小賓故事 好 謝謝你 謝謝